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6月9号星期三 前两天我说可以讲一讲 就是说为什么我觉得蔡英文其实不太希望郭台铭来捐献辉瑞疫苗 后来我就忘了这茬了 有网友还来问 既然大家还有人想着 我就说一下 首先来讲其实特别简单一点 就是郭台铭相选总统 郭台铭去年的时候已经参与了党内的初选 他也参与了 但是最后输给了韩国瑜 要不然的话他可能就出来就代表了 那么郭台铭这个人是一个 他不是一个青年放弃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有毅力有韧劲的一个人 所以我相信郭台铭肯定下一次 他估计还要再搞一次 他怎么还要再参选一次 能不能成呢放一边 但是我想他现在肯定就是说心不甘情不愿 所以郭台铭我相信后面肯定还要再出来选一次总统 所以对于蔡英文来讲 这都是以后就是说对他来讲 可能是没什么他也没机会再选了 但是对于他们就是说民主党来讲 是一个就是说一个威胁 所以就是说不太希望的 就是说帮助郭台铭出这个名 郭台铭所谓要捐献的500万剂 这个辉瑞疫苗实际上也是为了就是说 为了将来就是说选举吧 做一个铺垫 一个免费的 不是免费的 一个巨大的一个宣传 因为这点东西对于选举宣传来讲 其实我觉得还OK 好吧 所以我讲到这个是首先第一点 其次第二点就是说蔡英文政府当时想买辉疫苗 也跟BioTech谈了 但是谈完之后就说不行 没有买到 当时说是中国复兴买了亚洲地区的独家代理权 所以蔡英文没有买到 现在如果被郭台铭买到了的话 蔡英文那时候就说买不到 大家都买不到 那郭台铭说呢 说我可以绕过去 我可以直接跟德国总部买 如果被郭台铭买到的话 就显得蔡英文政府呢 无能 对不对 你买不到 别人怎么就能买得到 你抢不来 别人能抢要来 对不对 还是那句话 就是以色列为什么能拿着疫苗 你为什么拿不着疫苗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 但是输给以色列呢 可以认了 但输给郭台铭呢 受不了 没法接受 你懂我意思吗 就外来的和尚呢 可以念这经 你自己家的和尚 你不能念这经 你懂吧 就这么个意思 你看以前中国也是 你看这个事业单位也是 事业单位一般的 就是说你很难自己 就是说你在这个单位里的人 你直接在这个单位就升上去 特别特别难 一般要解决 比如说你在你们这个事业单位 想要升一副科 对不对 因为不服 而且就是说给你升上来的 你也不好干活 比如之前这一个科室吧 比如说一个科长 一个副科长 然后比如说五六个人 五六个科员 然后比如说科长退休了 副科长当了科长了 然后从五六个里面 选一个副科长过来 这工作没法开展了 你知道吗 为什么呢 之前大家都是科员 李老师 王老师 石老师的 对不对 那过两天 你变成副科长了 你以后不是王老师了 你是王科长了 对不对 你是对不对 你跟我说话 你跟我说话 你科长给我安排任务了 给我安排活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但是如果文完全全跟他单位 不是一个单位的 从别的单位调一个人过来当副科长 管他 他就服 人家副科长叫我干活 你懂吗 所以这就是一种咱们传统的这种亚洲 其实都有这种情绪在 你懂吗 就是说我能说给以色列 我不能说给国泰民 这是另外一点 另外再有第三点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蔡英文政府一直说 说是因为老共在背后是坏 封锁 导致我们拿不着疫苗 现在看起来 复兴已经说了 说我想卖给你 你没有来跟我买 你懂不懂 蔡英文怪的说 复兴没有来卖 复兴怪的 蔡英文没有来买 上次我也举过这个例子 对不对 复兴就跟麦当劳一样 对不对 然后你说麦当劳不卖够汉堡 然后麦当劳说了 你从来都没进来过 然后你说了 你也没来 你也没有拿着汉堡来 到我家来推销过 麦当劳说我退死你 我是什么的 亚方还是安利 对不对 我又不是什么的传销组织 我训练 我忘记 还登峰拜访 我还敲敲门戒 对不对 还有一个什么 雅士兰黛是吗 不是雅士兰黛还不是 先什么 那个什么 不知道 那个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 美林凯 什么亚方 美林凯 安利 这都是是不是敲门 登门拜访的 对不对 麦当劳说 你想吃进店里买来 没有登门拜访 这概念 说这个意思 对不对 现在事实证明 看来其实也没有 复兴的意思 很明确 你台湾来买 我就卖给你 对不对 我们不拒绝台湾同胞 老共这边也是太多 你看台湾同胞 坐飞机来大陆 打疫苗 大陆就给打了 你知道吗 你看从美国跑回来 弄死他 判一年 缓一年 从台湾来了 大陆这边不让说 不想激发矛盾 就算了 可能就放上一码 就完了 老共这边来讲 对台湾同胞 还是就一直以来 就是说尽量能对好 就对好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也认为 就是说台湾如果来了 就是要跟你复兴买疫苗 你才怎么着 复兴我说就卖给你 你知道吗 就卖给你 我不拒约你 我省着你说 我不卖给你 我卖给你 你只要来着我买 我就卖给你 但是你来着 你想让我上 灯边拜访 这没有 不是传销组织 你知道吗 所以这是第三点 好不好 然后就是说 当然我说 我说蔡英文 好像我们看起来 不太希望 国台明镜一毛 层层的阻拦 有的人说 没有阻拦 一直都给他开了一灯 不太一样 日本捐献给台湾 是好像120万剂 阿斯利康 是不是 美国给了台湾 现在好像第一次 现在给了75万剂疫苗 这75万剂疫苗里 好像据我所知 不准确 据说里边 阿斯利康 强生 辉瑞 摩德纳 都有 美国就为了一平衡 就说 别好像我专门给你一个疫苗 好像我对哪个好 对哪个不好来讲 所以我都给你一点 这样证明 我一视同仁 我对哪个疫苗 我都一视同仁 所以在这里面 什么都有 但是猫儿良心说 说实话 这里面最好的 还是郭台铭买的 灰热疫苗 灰热疫苗 现在是全世界疫苗里边 公传来讲是最好的 对不对 强生 阿斯利康都出过事以前 对不对 到现在 欧洲好像有一个 是丹麦 还是我想不起来 反正欧洲还有一个国家 到现在还是禁止打 阿斯利康 对不对 阿斯利康 你看欧洲很多国家都禁止过 后来有纷纷解禁了 但是有一个国家 到现在没解禁 对吧 强生好像是说 男生打好 女生 年轻 女性 不要打 反正不管怎么着 说的意思 对不对 辉瑞还是目前来讲最好的 你看李嘉诚 还有你死东哥打的都是辉瑞 当然你死东哥是没得选 我当时想打强生 我打那时候 强生正好被禁了 不让打了 没有强生了 无能大 我们这上也没有 只有辉瑞 我也不是选的 我真的就是被逼无奈 丈母娘打电话 说怎么还不打疫苗 你明天去打疫苗 然后我老婆说 好 老婆好 问题 你还不知道我老婆那怂吗 好的 好的 之前前几天还跟我老婆说 我说老婆能打疫苗 我不打 打什么疫苗 不打 到那天晚上突然跟我说 老公明天打疫苗 我现在报名 约明天 我愣了 愣了 我说怎么回事 怎么转变 我妈打电话了 说要去打疫苗 怂了 怂了 就这样 反正第二天就约了 辉瑞就打了 我也不是自己选的 我就真的就赶上了 但是就是说 现在看起来还是辉瑞 还是不错 但是您发现没有 日本捐了120万亿 台湾二话没说 拿来 打 美国捐了75万剂 他们高兴坏了 你知道吗 他们还是三个国会议员 架着一个军机 从美国驻韩国军事基地过来 据说就待了几个小时 蔡英文亲自接接 亲自接疫苗 大肆宣传 对不对 高兴坏了 没有任何的阻挠 美国给了就接着 就用 就打 那 郭台铭500万剂 辉瑞为什么到现在没进来 对不对 说什么 要什么 要这个许可 那可证明的 这不是都是屁话吗 对不对 只要能够证明 这种辉瑞疫苗不就完了吗 还要证明什么 美国 美国估计 就上亿人打的是辉瑞吧 美国估计就有一亿人 打的是辉瑞 全世界打辉瑞的多少人 打辉瑞应该是最多的 美国应该辉瑞打的是最多的 辉瑞也是第一个出来的 对不对 当然它的的确它是比较大的药厂 生产能力强 也有生产能力强 对不对 而且生产速度又快 生产能力又强 他现在打的是最多的 对不对 郭台铭如果最后给你捐的 就是辉瑞的话 有什么好说的呢 我不明白 还有什么好说 你要查什么 你有病吗 对不对 以色列拿到的 好像也是以辉瑞为主的 也是辉瑞最多 好像是辉瑞加了一点 摩德纳 对不对 但是主要还是也是 那个时候以色列打的早 那时候就只有辉瑞 辉瑞最多 主要是拿的辉瑞 对不对 人家以色列跟抢辉瑞一样 现在给你五百万斤 你不要 你跟我说这说那的 有用吗 不 咱辉瑞就算不是跟Bio Time买的 就算跟复兴买的又怎么样 复兴买的不也是辉瑞吗 复兴现在那场还没建起来 自己还造不了 现在复兴手里拿着所谓的复壁台 不都是辉瑞吗 不都是外国药厂做的吗 现在复兴根本造不了 它没有那能力 你想要复兴产的 复兴线都没有 对不对 你这不就是 你不是赌挠是什么 日本的阿兹利康 你怎么不赌挠呢 美国给这七十五万斤 乱七八糟的 你怎么不赌挠 怎么就到了五百万斤 欧台铭赌挠的 你到底赌挠的是疫苗 美国这里边也有辉瑞 日本捐赠的阿兹利康 还不如辉瑞了 对不对 你到底是在赌挠疫苗 还是在赌挠国台铭 你说能说清楚吗 对不对 你现在看起来 你没有赌挠挠瑞 你不就都接受了 对不对 所以说白了 输了一千到一万 你阻挠的不是 这五百万斤 辉瑞疫苗 你怎么办 不还是郭台铭选总统 对不对 你是不是就是把政治立场 挡在前面了 但是说实在 日本才给的一百二十万斤 美国才给的七十五万斤 杯水车薪 你几千万人 对不对 我忘了 两千多万 是不是 是两千多万 还是反正三千万左右 这样吧 我说两千万以上 四千万以下 都算我说对了 是什么意思 我忘记 大概其实这么个意思 对不对 你这么多人 你只有缺疫苗 对不对 这五百万剂 多么的重要 对不对 我要是蔡英文 告诉郭台铭 你有种吗 有种他妈捐 捐一千万剂出来 对不对 将他一捐 对不对 郭台铭不撕你这个 说你他妈敢说 我就捐一千万 拿出来之后 你这一半人 口不就解决了吗 不 咱解决不了 因为要打两针 但那也简决五百万人 对不对 你为什么就不用 当然我也承认 我明白 就是说蔡英文没说 我也明白 郭台铭在做这件事情 背后肯定有中共的帮助 不管他绕 还不绕过复兴 都会有中共的首肯 如果能绕过复兴的话 那也是中共有人在帮他说话 如果不绕过 直接从复兴拿 也有中共有人在帮他说话 肯定是有中共在背后支持 没有问题 但是我就经常这么说 唐一炮弹 唐一炮弹 唐一吃掉 炮弹扔回去 这是唐一炮弹的炮弹 是 但是对台湾就是有好处 就应该接受 要有自信 不要怕 你是一个民选的总统 你的政权是有坚决的合法性的 你害怕什么 为什么这么小家子气 对吧 没有必要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郭台铭选总统 没有那么可怕 你相信我 前面还有韩国瑜打着他 韩国瑜前日先篡当赵少康出来 选党主席 后面要选总统 后来他又要选了 赵少康一看这样 赵少康回去又不选了 你想韩国瑜什么意思 韩国瑜如果要选党主席 就是要选总统 对不对 我当时我说 我说韩国瑜就是说 有可能跟赵少康就谈妥了 让赵少康选党主席 不来选总统 韩国瑜来选台北市市长 但现在看来韩国瑜不行 还是要当总统就怎么都是 总统就吸引力大 对不对 所以说实在的 韩国瑜在前面挡着 我看郭台铭还不见得有戏还是没戏的 你担心什么 对不对 而且再说了 就算国民党最后真的推荐了郭台铭 不还有柯文哲挡着的吗 对不对 我们都支持柯文哲 你知道不知道 现在支持柯文哲的 我觉得还是比较多 我说的实在的 你与其担心郭台铭 还不如担心柯文哲 当然了 柯文哲由于他阻挡导致 阻挡导致之后 国民党我看也很难支持他 不过到时候再说 如果最后就是说 到了最后 国民党一看自己一点机会没有了 有可能转向支持柯文哲 所以我觉得其实柯文哲 不好说 不好说 咱们看吧 好不好 所以反正不过你不要把说一下到一万 我就觉得蔡英文 你不要担心郭台铭 还不定怎么着的 疫苗该拿还得拿 对老百姓要好 要把老百姓放在第一位 先不要想你党争 不要想未来选总统的事 知道吧 只要郭台铭捐的是辉瑞疫苗 要我说就照单全收 跟日本捐阿泽利康一样 你敢拿我就敢要 知道吧 所以 反正再说吧 反正蔡英文处理这个 郭台铭 又为什么 以前我跟你说 我一直就不喜欢蔡英文 就在这 你明白吗 就是当然你说民进党和国民党 比起来 民进党的确国民党好 但是蔡英文真的好吗 不不好 为什么我说还不如让 那个赖清德来了 我觉得赖清德可能处理这 处理的更好一点 反正倒是再说吧 倒是再说吧 反正就看吧 反正这个疫情 蔡英文处理真的是一团刀 好吧 那直线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